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段时间 美伊里亚想和周深合作 这个词条上了热搜 原来21年 美伊里亚就看过周深这个唱跳舞台 并且期待有机会和周深合作 而之所以上了热搜 是因为美伊里亚参加了浪姐 出舞台就是极乐净土 这缘分啊 而美伊里亚跟公林娜的CP名是《灵牙之旅》 而《灵牙之旅》中文版原唱是周深 美伊里亚想跟周深合唱 而且如果没有记错 美伊里亚已经是公开cue过了 三次想和周深合作了 新歌とか歌手の方なんですけど 周深さんが 多分私の極楽浄土を歌ってくださってたという 動画も見たんですけど それを見てすごく感動して 今度一緒に歌えたらいいな なんて思ってます 音楽 一次这个21年的 一次纸质采访 还有前几天的微博 看来周深的演唱 确实得到了原唱的认可 要不然也不会想和周深合作了 印象最深的是 美伊里亚的喊话 我当然非常想和周深先生合作 我会说无数遍 希望周深先生听到 周深先生拜托啦 两个人都很二次元 可可爱爱 活力满满 这一次终于合避了 属实是属于二次元的狂欢 所以可以理解 美伊里亚想和周深合作的心情 毕竟国内有超强唱功 又唱日语 毫无违和感歌手的 也没几个 超级期待这一次 美伊里亚和周深的梦幻联动 当然因为后来我跟小美没有在一个组 没有在一个宿舍就很遗憾 其实我每天早上都特别想给小美端早饭 但我不知道他们组是几点要出发 然后也不知道她 因为她演唱会比较多 她在不在 所以有时候也会很心疼小美 但是我心里都有这些 身边的姐姐 她们都超级有才华 在她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很多 其实现在很难过 因为我们很快就要 就是没有一起合住的时间了 在陈峰这个节目 我真的不想流泪 要不是要化妆了 在陈峰这个节目 没有 就是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争吵 我原来以为姐姐和姐姐在一起 女生和女生在一起 可能会斤斤计较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每一个姐姐都在互相的关心 陈峰2023四公 前不久录制结束 四公的赛制是一共三轮比赛 第一轮是师姐帮唱 第二轮是联盟PK 第三轮是联盟合作秀 最终观众知道的结果 是第一轮的成绩 阿拉联盟歌曲 《闭嘴跳舞》839票 谢娜联盟歌曲 《午夜恰恰》818票 Abbin联盟歌曲 《看看805票》 每个明天 每个深夜 每个季节 第一轮 阿拉联盟赢了 第二轮票数结果是 Abbin联盟 青鸟841票 是四公票数最高的一个舞台 据了解 四公最高分舞台 青鸟是由人气王 梅里亚带领 刘希军 Abbin 谢星 吉娜和陈奕涵 五人所呈现的舞台 不得不说 二次翟舞女神 梅里亚 配上二次元的歌曲 还真的应了那句 在我的BGM中 没人能够打败我 因此该舞台 成为全场最高分 也是实至名归了 而因为青鸟的高分 导致最终两场累积下来 Alla和Abbin 并脸第一 而皇族谢娜 终于输了一次 成为垫底的存在 而这个排名 也是让网友们 出了深怨气 众所周知 因为前两次的舞台 节目组无脑力阔谢娜 让其两次拿下了第一 让网友吐槽 节目成为一帆风顺的谢娜 如今 谢娜终于成了垫底的存在 也是让网友们 大呼痛快 不过因为 无欠的提前退赛 所以哪怕谢娜组垫底 但依旧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只估计也是节目组 愿意让谢娜组 成为垫底的原因吧 这样的结果 既满足了观众的期望 又不影响到谢娜的出道 不得不说 浪姐还真的是打了一手好算盘 对于谢娜在四宫成为垫底 而美伊里亚成为冠军 就目前的网友爆料来看 郑秀妍来帮唱谢娜的舞台 午夜恰恰 确实发生了意外 该舞台由谢娜带着朱朱 以及前来帮唱的郑秀妍完成 看到这阵容 网友表示 是两位皇族的舞台 晋级完全没有问题呀 但是没有想到 因为节目组的不用心 最终成了舞台事故 据了解 在午夜恰恰这个舞蹈中 先是朱朱在表演时 麦包连着衣服带子掉了 导致三位不得不重新录制一次 然而没有想到 在第二次表演时 朱朱的麦线又掉了 即连两次出意外 可见是上天都已经看不惯节目组 这样力捧他们了呀 在这三个帮唱舞台来看 发生演唱事故的午夜恰恰 居然不是最低分 这个舞台比周比唱帮唱的看看 还要高出13分 不得不感叹 皇族就是皇族 而孟加帮唱的闭嘴跳舞 则拿了三个舞台的最高分 839分 不过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因为还有第二轮的五人场 而在第二轮比赛中 谢娜阵容的刀马蛋仍然排在了第二 但是在第一场落后的 Abber阵容表演得轻咬 却拿下了全场的最高分 比第一轮的闭嘴跳舞还要高出两分 比谢娜的刀马蛋更是高出了25分 完美弥补了第一轮的落后 一张放空 而是平凡是第一轮比赛中的